众说蓝堂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主场惨败给马次 一场让人无法接受的实力 足以让勇士的球迷们彻夜难眠 尽管没有了库里 另一方面 马次是一支战绩排名西部垫底的球队 另一方面 马次场军得分排名队内前二的文班亚马和瓦萨特 也都因伤缺席 加上核心轮换之一的奥斯曼 说难听点 马次让调的球员更多 他们的阵容比起勇士更加残缺不堪 而且勇士还是主场作战 这样的结局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这也让人再次对勇士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毫无疑问 勇士不敌马次 罪魁祸首是他们的主帅史蒂夫科尔 尽管不少球员在场上的状态同样很一般 甚至攻防两端不断犯错 但是明显科尔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在和波波维棋的较量当中 科尔完全被碾压了 两人的差距大到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克莱状态如此出色 却只打了25分钟 波吉姆斯基在防守端简直就是在犯罪 却出展了30分钟 最后时刻追分 球队势头上来了 科尔在场上放一个桑托斯 这种操作只能说是逆天 而他的多后卫传切体系 在没有库里小佩顿的情况下 完全就是一盘散沙 攻防全都是漏洞 事实证明强的不是科尔而是球员 不可否认 科尔确实是个不错的教练 但绝对和他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就拿73胜赛季来说 带领勇士打出开局24连胜的教练 是卢克沃顿 后者现在又在哪里呢 他连在NBA混一个教练席位的机会都没有了 说难听一点 勇士那样的阵容 随便换一名业余的教练 都能打出联盟数一数二的战绩 再之后 杜兰特空降金州 这样的阵容 用球迷的话说 就是教练席双条狗都能打冠军 除了两连冠 勇士这些年的第一座冠军 确实运气不错 对手都有核心球员受伤 最近一次夺冠 更多靠库里的逆天表现 说白了 科尔有能力 但绝对不像他荣誉体现的那样 勇士能够带给任何教练 来到不属于他们的高度 科尔不过恰好是那个幸运而罢了 他是一名优秀的教练 但绝不是顶级的教练 而且科尔的固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给勇士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很明显 他的那一套小阵容传奇体系早就不灵了 这一点在南南世界杯上就体现了出来 尽管美国南南没有顶级巨星 可他们的阵容放在那一届世界杯上 也是最顶尖的存在 结果科尔连前三都没有拿到 这就说明了足够的问题 包括这次库里受伤 科尔同样要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明显勇士势头正胜 刚大胜了熊路 主场又领先了公牛两位数的优势 只要按部旧班打下去 勇士看起来距离三节打卡不远了 结果科尔开始求操作 三后卫不够还要上四后卫 他们的领先优势被蚕食 还被公牛暴打 原本可以坐在场下 看着球队赢球的库里 只能在末节回到场上 35岁的老将 背靠背体能受到严重影响 他的状态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后再一次急停的时候 脚发不上力 扭上了脚踝 这些都是有层层原因在内的 难道勇士不知道科尔的问题吗 这些年管理层所受的气还不够吗 麦尔斯是怎么离开的 他走之前丢下一句 不是我不引进大个子 而是欠了大个子 教练也不用 随后拒绝了勇士的顶星续约合同 扬长而去 可以看出 科尔的固执都已经影响到 管理层的引员了 结果他还是得到了勇士的一份 两年3500万美元续约合同 这让科尔成了NBA历史上 年薪最高的主教练 勇士为什么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他们需要在库里 最后几年的职业生涯 保持足够的稳定 一旦勇士换帅 新帅先不说职将能力如何 他能不能在更衣室 镇住克莱和格林 这样的老将是个问题 现在波杰姆斯基也成了老油条 此外 新教练就意味着新体系 库里已经没时间去适应全新的体系了 杰克逊时代之后 他几乎打了一整个生涯的船切 所以勇士必须要留下科尔 而且如今教练市场已经被蒙蒂和活塞打乱 勇士只能含泪给科尔提供如此高昂的合同 不过 他们只是给了两年合同 比起蒙蒂 斯波 波波维奇这些 一千就是四五年 甚至还有七八年的合同 勇士管理层只给科尔两年合同 也能看出后者逐渐失去管理层的信任了 北京十元3月9号 知名美媒采访了八位NBA高管 询问他们对克莱未来新合同的看法 其中三位高管认为 克莱的年薪大概会在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之间 另外五位高管认为范围在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之间 四位高管认为勇士最好与克莱签下一份两年的合同 合同到期时间与库里目前的合同一致 在汤普森受伤之前 他和库里组成了NBA得分最高的后场二人组之一 并一起赢得了三个总冠军 随后 在殷商缺席两年半后 汤普森回归 并在2021到22赛季作为球队季后赛第二得分手 帮助球队赢得了他的第四个总冠军 汤普森最近打替补后表现还不错 对着马斯的比赛出战25分钟 16中8 得到全队最高的27分 他本赛季已经九次出任替补 已经慢慢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勇士的理想阵容是波杰姆斯基和库里搭档首发 让波杰姆斯基发挥组织优势为库里分忧 风险的库明家和维金斯全力帮库里协防 这样可以让库里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进攻 勇士现在就是围绕库里制定战术 而汤普森在球队的地位大幅下降 担任替补的克莱表现中规中矩 这也是联盟经理普遍认为汤普森值2000万年薪的原因 即便勇士愿意给汤普森2000万年薪 实现也是勇士需要考虑的问题 汤普森已经34岁 勇士很难给他超过三年以上的长合同的 我觉得拉科布的如意算盘是给汤普森两年4000万左右的合同 这样26年库里和汤普森合同到期后决定彼此的去向 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一人一成 而勇士现在在汤普森续约合同上态度也一直很暧昧 关键是勇士现在后场人满为患 汤普森对球队来说可有可无 勇士现在倾向于全力培养波杰姆斯基 库明加 穆迪等年轻球员 这样球队在库里等人退役后也不会青黄不接 他们也会利用库里还在巅峰的时候向冠军发起冲击 今年夏天会利用保罗的到期合同做很多文章 对于拉科布来说 要是放任汤普森离开就会落下不仁不义的罪名 这也不是勇士老板想打造的人设 2019年夏天 汤普森跟剑断裂至少休战一年 拉科布依然坚决地给了他5年1.9亿的顶金 就是想告诉球迷勇士对汤普森不离不弃 现在勇士也希望两年4000万留下汤普森 这样就可以继续保留酷椎汤组合 让他们在勇士终老 但留下汤普森会阻碍穆迪 波杰姆斯基等年轻球员的成长 这也是拉科布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勇士管理层最想看到的是 汤普森追求高薪去其他球队 如此拉科布也不会悲伤骂名 勇士的舰队计划会更好的实行 他也会很开心地给汤普森送上祝福 或许托尼帕克是汤普森的榜样 GDP组合曾帮助马斯多次拿到总冠军 但帕克在他职业生涯的暮年 也就是36岁的时候 两年一千万加盟黄蜂 主动为年轻球员捅位置 波尼帕克虽然没有一人一成 但他却成全了马斯 他这样潇洒地离开 反而得到了更多马斯球迷的尊敬 汤普森去其他球队 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 帮年轻球员成长 他也可能得到三年7500万更大的合同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对于黄蜂这样的年轻球队来说 拥有汤普森 不仅可以增加球队的知名度 汤普森的合同还能帮球队填穷鬼线 但汤普森也意识到 如果他在荆州退役 他的成就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 谈到自己近期打替补 汤普森说道 我只想赢球 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开始 这支队伍很多人都做出了牺牲 一个达拉也是如此 他来到这里得到过FMVP 我不是说这个赛季我也要这么做 我没场比赛 还打着25到30分钟的时间 尤其是在我13年的生涯以来 在我克服了伤病后 我依然是一名出色的球员 能在场上得分 防守 享受比赛 今年我仅缺席了三场比赛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今年夏天他去哪里将是一个悬念 但无论汤普森留在勇士 还是去其他球队 我觉得他都会得到大家的祝福 球迷朋友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来给我留言评论探讨一下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